尺寸标注,先把当前图层设置为尺寸标注图层。 接着调出标注工具。 这里介绍一下调出标注工具。 可以在自定义工具栏中将它勾弦。 这样工具栏就调出来了。 可以将工具栏随处的移动。 将它放到方便操作的地方。 在工具栏中提供了各种关于标注的工具。 输入第一激活标注样式。 在标注样式管理器中进行设置。 点击新键按钮。 新键一个平面的标注样式。 输入。 新样式名为平面。 点击记系。 在新键一个平面的标注样式。 在新键的标注样式平面。 对画框中。 给直线和箭头进行修改。 先修改。 超出尺寸线为200。 起点偏移量为200。 箭头第一个为建筑标记。 第二个也是为建筑标记。 箭头大小为100。 现在来调整文字。 设置文字的高度为250。 修改从尺寸线偏移为50。 设置完毕点击确定。 然后在样式栏中选择平面。 点击置为当前。 关闭磁对发框。 这样就完成了标注前的设置。 现在开始标注尺寸。 先标注第一道尺寸。 选择线性标注。 从第一点。 确定一个端点到第六点。 标注工具将尺寸直接的显示出来了。 接着再使用线性标注。 开始DI到线的标注。 选择联系线性。 这样可以联系的进行标注。 这样可以联系的进行标注。 将这两道标注。 向上移动。 放到适当的位置即可松开。 接下来标注第三道尺寸。 即是门窗尺寸。 大家来看这个地方的窗的标注。 可是在标注的时候, 发现有一个窗没有绘制出来。 怎么办呢? 没关系。 可以重新绘制。 但是要注意, 要倒回门窗涂层。 在绘图的时候, 经常会出现正的情况。 大家要细心一点。 尽量避免出现正的情况。 这么俗 NY区起止衣好球。 esti的代仇来念头已经凸子。 怎么样表面上لام其中等。 语言吗? 感谢观看